大家好,我是丘仁 这期视频咱们来说一个做音色可能会用到的方法 就是压缩的并连 那首先至于如果我们用一个可以调节混合笔的压缩器 来串联,不去进行并连可不可以 或者说能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那这个问题我在之前说周边效果器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而且这个视频一会儿我会给出一个对比 咱们大家来听一听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一样 或者说大家各自是喜欢哪一种处理出来的结果 然后像使用模拟设备 如果我们也要进行这样的连接 我们需要因此来增加什么设备或者是资金的投入 那咱们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咱们这个视频主要是说压缩并连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在实际的使用中呢 我们其实在因色链的任何一个我们需要的位置 都可以来进行并连压缩的这种方法 然后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处理的结果 那这个处理方法呢 就是会完全的保留我们原始的声音 也就是在最后的结果中呢 我们可以尽可能更多的或者更好的保持 这个原始声音的动态 然后或者说更好的保持这个声音的自然吧 然后又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压缩处理的效果进来 那咱们这个视频啊 就以一个传统的最常见的咱们压缩 加在效果链前端的这种用法为例子 这里呢就是一个轻音的音色链 其实很简单啊 我这儿就是一个相投相体 周边什么的我也没有添加 这个为了方便一会儿咱们对比的时候 听得能更清楚一些吧 主要呢就是前端这里的压缩器 这里我是做了四条不同的线路 是不同的压缩器的用法 那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啊 这里就是我们声音出来 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 直接就进入了相投相体 然后就发出来 也就是说没有进行压缩的处理 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这个压缩器的串联 也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最常会使用的方法 或者是最常见的方法 这里我是以这个压缩器这个插件来为例啊 一个是因为像加在前端呢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光电的压缩 另一个是呢 它有这个混合笔 方便我们后面进行对比 那这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这个混合笔啊 没有调节 我们看到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呢 这条信号后面出来的这个声音是所有完全都是经过压缩器处理的 那第三条呢还是串联 但是呢这里的混合笔呢 我调节了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一半一半啊 然后这么出来再进入后面的相投相体 第四条呢就是我们的并联的压缩 我们这一条是原始的声音 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 然后这边这一条呢 经过一个压缩器 然后压缩器是百分百 没有进行混合笔的调节 然后在这里呢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但是这里我没有调节啊 就是他们俩还是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啊 可以说是对应上这边的百分之五十吧 咱们来进行这个对比的这个试听啊 对了 像压缩器的参数呢 像这边的这些啊 我是完全没有动啊 都是直接打开的默认 我只动了一个这个speed 就是释放时间 我让它稍微的快了一些 另外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用法呢 我会调节一下这个压缩的量 压缩的量呢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不调节混合笔 也就是说百分百的话呢 那相对来说啊 肯定呢就会比这个调节混合笔 或者是并联这种用法的压缩器呢 我们这个压缩量要小一些啊 好 那咱们大家就来听一下这个试听啊 这里我这里也写上了啊 这个推子呢 是为了咱们最后 一会儿听试听的时候 每一条信号的音量差不多大小 所以这里动了一下音量的推子 好 然后咱们先来听这个 没有经过压缩处理的声音啊 咱们大家可以尤其注意一下音头 还有整体的这个一个感觉吧 好 然后咱们来听这个 咱们平时最常见的就是串联 然后也不会进行混合笔的调节 完全都是压缩器处理后的声音 然后我穿插着 把这个这两个来回播放 咱们大家再听一下对比啊 咱们听完这个对比 其实比较明显的 尤其就是这个音头 咱们经过压缩的处理之后呢 这个音头会干脆一些 是吧 咱们大家更多的还是听到的 我就不更多的进行语言的描述了 咱们大家自己去听 去感觉一下 好吧 语言的描述我也不知道怎么准确 而且我也怕给大家带歪了 好 然后咱们呢 之后咱们先来听这个并联的 这个压缩的这个声音 同样的我来和串联的这个串插着 咱们来听一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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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听一下对比 咱们可以听到 并连压缩出来的声音会自然很多 相对的串联的压缩出来的声音 就会偏硬 咱们再来和原始的不经过压缩的声音 咱们来穿插着对比一下 是吧 咱们和原始的这个声音来比较呢 咱们并连的这个声音啊 依然是有咱们压缩的这个 咱们想要添加的这个效果的 是吧 那好 咱们最后呢 咱们再来和这个串联 但是调节了混合笔的这种方式 咱们来比较一下 好 然后咱们还是来回的听一下 咱们来对比 разных咱们之间的声音 咱们大家应该可以听到 就是调混合笔的这种方法 出来的处理结果 相对的来说比较面 是吧 我也不知道 我形容的准确不准确 咱们大家更多的 还是自己多听一听 去听听区别吧 我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 但是我只是说我自己 就我自己 咱们现在仅就这个例子来说 我觉得调混合笔的 出来的声音 还不如咱们不调 就是还不如刚才第二条 完全串联 这个全是用压缩处理后的这个信号 听起来好听 但是大家各自至于喜欢哪一种呢 这个由你们来决定 好吧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